28題 所有個巨大的蚊子飛到教室休息 停在三個不同的地方都並沒有動 然後請問你它停在這三個地方 它的摩擦力是多少 那我們這邊它是沒有動的 所以我們前面提過了 它沒有動就表示這個摩擦力要近摩擦力 那麼近摩擦力呢會等於所謂的外力 那麼在第一個我們停在地面上的時候 這裡並沒有任何的外力作用 所以外力是0 所以我們的近摩擦力也是0 所以地面的摩擦力是0 當我停在牆上的時候 它會受到一個重力 重量的往下拉 那麼它保持平衡不動 所以它會受到一個摩擦力向上 那這摩擦力的大小呢 也會就等於我的重量 所以這個時候停在牆上 是有受到摩擦力 摩擦力的大小呢就會等於重量 那麼最後停在天花板 那麼它在水平的面上 它也是沒有作用力的 我們平常在彈的摩擦力 都是在平行在接觸面上的 所以它在水平面上 也沒有任何的作用力 所以呢也就沒有任何的近摩擦力 因為近摩擦力會等於外力 所以我們就發現我們的天花板跟地面 我們的摩擦力都是0 而在牆上的時候 有等於它重量的 近摩擦力 所以我們知道力量的大小是 牆上比較大 然後呢比天花板跟地板 地面都大 而天花板這邊相等 它們都是等於0 所以呢我們的答案呢 就要選擇的是A 墻上大於地面等於天花板 28題的答案呢 我們選A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